每一个努力的人 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说出自己的话 欢迎收看《新的新一》 我是主持人 吴蓝 别抽烟 人家这儿不让抽烟 大明星 终于见面了 没关 吴 吴蕾老师 你好 陆正娃娃 吴蕾老师 你的每一期节目我都看 你人真好 你们都是大人物 一定多照顾我们家有志 有志妈妈 有志肯来我们节目 是我们的荣幸啊 很有才华 非常好 他很聪明 我们的要求啊 肯定也可以完成得非常好 欢迎收看《新的新一》 我是主持人 吴蕾 怎么够这台本 我家里不这样 我们想到的一位嘉宾 是一位网红 我们 生死了他的一段时间生活之后 决定 你上去 看这个说的 告诉你现场 讲成他自己的故事 就是一个形状的东西 我们 我要不想关注你们这一类人的声音 你懂吧 欢迎 有志 是 欢迎有志 我是坐 我说话像鸟叫吗 当时就是觉得挺有意思 能跟我现场表演一个吗 有志 有志 还不好意思了 这事咱今天啊 主要聊的是屏幕背后的事 有志 能讲一下你的生活吗 其实有志的视频号呢 是有着某些诉求 我们知道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劳动人民 工作 工作有志 你那些外媒工作呢 收本 你不如花你这些备胎本行 我知道了 你找的也没用 好 脸哥 灵哥 它们给我的稿子是错的 什么稿子 我看看 我看看我们的同志 是怎么干的公事 这不是我真实情况啊 他解释都不解释 就直接把我推上去了 咱们摆清自己的位置 干好自己的工作 真把自己当明星了 想干嘛就干嘛 能不能干了 不能干滚蛋 没他这么说话的 佑芝啊 现在是这样 他们给你这个 你也看了 但 你也知道 你妈妈没生病 对 雷哥 那就是假剧本 先别这么说 他们的意思我猜啊 就是让你变得 更加勤奋和努力 招人喜欢 他们呀 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你说出来了 我们大家都好 我说不了假剧本 别讲剧本 讲剧本的 剧本还分真假吗 知道什么呀 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话 可怜我妈还每天看你们节目呢 可怜我妈还每天看你们节目呢 你真让你妈失望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家头 你不用转台了 滚出去 你 你在这个圈子 已经完了 张有志 你怎么了 又闯祸 你知道他们让我说什么吗 上学的时候你就不听老师的话 不看不畏 人家都是大学生 你呢 赶紧跟吴老师道个歉 让你说什么说什么 焦工不过 欢迎继续收看 幸福的声音 我是主持人吴来的 今天我们呢 吴老师 你确定没问题吧 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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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有志 让我们继续讲述他的生活 谢谢 那么你能给我们讲一些你的生活吗 关于你和你妈妈的故事 关于你和你妈妈的故事 还要不습니까 我不想到我 那我也是 还要不说 收银 缺 republican 观众朋友们 我妈妈目前在进行化疗 我每天下班之后 送外卖努力赚钱 给妈妈看病 太辛苦了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让我们万有志不得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